于子渊脱口而出 是我又如何 不过一个低贱的家仆之子 我还杀不得了 他本来就该死 江峰年听见于子渊什么都往外说 三娘子 你说什么大实话 听到自己的话 江峰年顿时脸色铁青 明白自己说不了谎 顿时想动用灵力破除咒法 却是无可奈何 别着急 等会儿才会问你 苏默然又问 于子渊 你自己逼婚撒泼 不得丈夫疼爱 凭什么 把跟疯狗似乎咬着未无限的母亲 脏色散人不放 于子渊 脸色猙獰 那不过就是一个山村野妇 凭什么样样 比我这个没山于世的嫡女强 她就是比不过我 嫁给了一个低贱的家仆 却还让江峰年念念不忘 我凭什么不能骂她 她就是水性洋花的贱 不等于子渊说完乌言碎语 苏默然隔空用灵力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不仅打肿了她妒忌猙獰的脸 眼牙都给她打掉了几颗 行了 别再口吐 芬芬芳恶心本阁主 闭嘴 你还是闭嘴吧 于子渊一听 自己又不能说话了 哪能愿意 不我话还没说完 苏默然手指一弹一道 灵力直冲于子渊喉咙激取 于子渊知觉嗓子一痛 嘴鲜血直流 这一下 于子渊的嗓子也坏了 也就是说 喉咙也不能用了 永远都不会再发出声音来 于子渊痛晕过去 苏默然用竖法把于子渊弄醒 继续用威压 让其呈现跪地忏悔的姿势 然后看向了一旁脸色 又清又白的江峰年 苏默然转向江峰年轮到你了 本阁主问你 魏长泽是云梦江氏什么人 有何功绩 可是家仆 可有卖身器 江峰年很想如曾经那般虚伪的 说兄弟之类的话 但真言符 让他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了 魏长泽是云梦江氏的客卿 功劳卓著 曾助我平定叛乱 不是家仆 没有卖身器 苏默然接着继续问 那藏色散人和你有关系吗 没有 藏色散人同我相交甚浅 我连他真名都不知 更不知道他是温若涵的亲妹妹 文言 那些曾说藏色散人会入住莲花物 当女主人的谣言瞬间不攻自破 苏默然道 既然如此 那为何与子冤造谣时 你却从未处理和不作声 你故意如此的 江峰年道是 我就是故意的 三娘子不过是嘴毒了些 说了些乌言碎语 可谓常泽却心疼妻子离开了云梦江氏 让我云梦江氏实力削减不少 我为何要费心帮他们处理流言 反正三娘子听不尽人话 解释了他也不听不信 江峰年道 我的儿子江城 天赋心性太差 我想给他培养个死事 打算搓磨折腾魏英几年 再出现带他回莲花物 让他对江家死心塌地 苏默然听完这些话 想捏死江峰年的心都有了 要不是御主不同意 他非让江家生不如死 御主是怎么忍受这么多年的 苏默然被气得蹊跷生烟 说完这些后 江峰年整个人贪婪在地 知道云梦江氏的名声 算是彻底完了 而他也聊得没错 他和于子渊的龌龊行为和言语 已经传遍天下了 魏无羡没想到 自己前世以为的家人 也就是自己以为的而已 前世怎么就那么眼瞎 为自己的仇人掏心掏肺 甚至把命都搭上 而自己父母的尸体 从来都没有找过 于子渊乳吉身后名 也没有澄清过 我实在是不笑啊 阿爹 阿娘 蓝忘记看到魏无羡此时的脸色苍白 很是心疼 担心到 魏英你还有我 还有魏氏家族 魏无羡道对 自己还有好多家人 疼他 爱他 还有祖父 祖母 等他回家 还有蓝湛陪伴 江丰眠承认 是他杀了魏常泽夫妇 只因魏常泽夫妻退出江市 有一些人也跟着退出江市 使得江市大不如从前 江丰眠眼看家族就要叠出五大家族 于是江丰眠他曾经找过魏常泽相助魏常泽不肯 至于说藏色喜欢江丰眠 藏色勾引 这些留言也是他们放出去魏常泽心里不舒服 江丰眠对杀害魏常泽夫妻供认不讳 蓝忘机已经宣布了对江丰眠一家的处置 这时候江丰突然起来反抗 最终被苏默然拿下 再一次失去了金丹 那种痛苦中失去灵力的滋味又回来了 江丰 不 江丰到金丹 这一次去哪里修复金丹 江丰眼神空洞 他再一次失去了金丹 于紫渊 看到江丰被画丹喉咙里嘶吼着 呜呜 阿诚 你们该死 与紫渊疯了一样 他这一辈子希望都在儿子身上呀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毁了 罪魁祸首就是那几个人 先兜兰忘机 对魏常泽夫妇死因公告天下 如此无辜的惨死 江丰眠一家和已经灭了的眉山于世 算是一臭万年了 没有重罪的江丰和江燕离即将被释放 只是这辈子他们无法修炼 也没有家族 江丰眠和于紫渊已经被处死 眉山于世一个活着的都没有了 江丰 魏无羡 魏无羡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魏无羡说 若不是你家做桑尽天良之事 怎么有今日之果 你们就由自取 来人 把江丰他们姐弟给我扔出莲花物 从今天开始 云孟泽莲花物交由幽名店管理 五大家族已无疆事 江丰把他父母的死都怪在了魏无羡头上 这么多年的事 人都死了居然还揪着不放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魏无羡 江燕离 阿诚 我们怎么办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们是无辜的呀 江燕离就是没有说出口 魏无羡怎么就不肯放过他们 居然让别人这么做 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他们会失去双亲吗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云孟将是江家 就这样消失在玄政历史中 魏无羡处理了江家 没山于世之后 荷兰望姬回云深不知处 酒楼里温若寒 清衡君和苍明 魏氏一众人 也走出酒楼回云深 次日 魏无羡 蓝望姬和苍明卫士 温若寒一起出发前往苍明山 一行人遇空而行 一个月后 大家来到苍明山下行走半日 三哥魏无忌打开结界 带领一行人进入结界里面 魏无羡和蓝望姬看到 仿佛来到仙境 往里走亭台楼阁烟雾缭绕 路两边各种花草 都是些稀有物品 许多灵兽看到来人也不怕 抬头看看继续各自的面前的食物 温若寒 蓝望姬和魏无羡 看得眼花缭乱 温若寒感叹 不愧是隐士家族 这仙山穷阁是仙门百家不可比拟的 大家来到主店 魏无羡见过祖父祖母 魏玄策和东方雅亭 见到自家的小孙孙 非常高兴 东方雅亭恋爱地拉着魏无羡的手道 我的小孙孙啊 这些年苦了你了 祖母总算盼回你了 长泽和藏色也可以安心了 爱因啊 来让祖母好好看看我的小孙孙 魏无羡看着慈祥的祖父祖母 感觉有亲人在真好 温若寒 蓝溪尘蓝望姬 一一见过魏氏族人 大家落座讨论了一些修真界悬门事宜 魏玄策说 大家奔波一月有余 一路舟车劳顿去休息吧 晚膳到了 再去叫大家入宴席 温若寒 蓝溪尘 蓝望姬 魏无羡失礼告退去休息 魏无羡跟蓝望姬到了休息的地方 魏无羡说 蓝战好好休息 我让六哥带我们到处走走 不要有压力 蓝望姬 嗯 你好好休息 别怪我 我 不 我 我 你 我 我